1993号飞行团队都发射到这个 开平洋就要开平洋这个马绍的主导附近 然后都公布 他公布我飞行总共是4200亿里 那换算起来是6759公里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的技术到哪里 他很清楚的跟你讲说我的制导能力 我的飞行的控制能力 我的电控能力 可以从我的美军的测试中心 直接发射出来 我的计算 我的电脑计算是什么程度 通通告诉你老公 两相比较 这一笔是到说 美国对黑弹的控制的精密度的技术 超过了中共太多太多太多 两件大笔院 说得很清楚吗 我可以告诉你 而且他这两个测试都不计 他不是为了要告诉老公 他告诉全世界 对 collaboration 因为吳王和王 Louis三号是一个非常传统电脑城 Ο 河石的核杆投资 所以完全没有能力生产 所以中国只剩下大概20几代 下的一千半条纸生产 但还是很大哦 而且中兴当时谁帮他盖 张武金 张武金是谁啊 为什么还今天过去的 你说这个系统全部是台湾帮他忙的吗 你看很清楚 台湾帮他忙 为什么2000年盖了一个中兴 到了今天还是不是台湾那么多 2000年到现在会支付20年时间 到20年可以发展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为什么20年以后仍然是回台湾帮 那表示什么意思 再给他20年也是回台湾帮 在一个半导体公司 被提供解放军来讲的话 美国对他进行制裁 他自己发布的这个削业报告当中 提到了一点就是说 他其实没有提供给解放军什么 事实上这种说法就是此地无以三百两个说法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 中兴对于解放军的军事核心 跟局势现代化其实是有帮助的 不这么重要吗 因为这个半导体的东西 你知道在美国来讲的话 他就是用在F35这种高性能战斗机上面 所以他需要台积电 所以美国把台积电视为一个战略型的一个 一个半导体的概念 再加上如果解放军他打算在2035年 进行军事革新的话 比如说进入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 AI产业的一个解放军的军事革新的话 这个兼退更加重要 所以他的关键技术被掌握在美国手上 而美国他不愿意让你超车 你让他关照超车 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轮子都拔掉了 你怎么超车 也就是说这个轮子等下到他军片 我发射中央25发射到中央26 而且我发射自美有两年在空中乱战 而且那两棉有个打得把车也是过的 这中央的关键就是那个晶片 而这个晶片就是中兴做的吗 你就看到说如果东风飞弹 你看上次说打四颗出来 就两颗飞美国找到说不知道要让他哪里去 后来过几天之后 美国马上发出这个东西 带到飞弹给你看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精准度 跟高科技的这个精准度 是超越中国的 那关键就在这个晶片上面 他也如果没有晶片 那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达到他的强国民的目的 超级电脑 国队飞弹的控制的精密度的技术 超过了中共太多太多太多 这两个人间杂底圈 他很清楚嘛 我可以告诉你 而且他这两个设施的目的 他不是为了要告诉老公 他告诉整个世界 因为我们这三号是一个非常 传统的核石 核石的核弹头 是一个带核弹头的 这个核弹头的带到核弹头 好 晶片 那核弹头的弹头 都简单计算嘛 这个科技多然 这个核弹头的非常高 这个中心拿掉以后 这问题在哪里 就是完全没有能力生产 这个中国剩下 大概所谓的二世时代 下的第一阶半朝的生产 好 现在还是很大哦 所以你看了没有 而且中心当时是谁帮他盖的 张五金呢 张五金是谁啊 还今天过去的 你说这个系统 全部是台湾帮他忙的吗 你看很清楚嘛 台湾帮他忙 为什么2000年盖了一个 这个中心 到了今天还 市贵台湾帮那么多 2000年到现在 我自负20年时间了 到20年可以发展出来 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啊 为什么20年以后 仍然是贵台湾帮 那表示什么以后 再给他20年也是贵台湾 我自贵台湾帮他帮忙的